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元神4.6 封单全宝箱让物神童 一条龙全收集 旧日之海诺托斯区邪律上的永续斯 为了旧日与明天迟来的归乡他的 生命在那边超越时空的空想 退彩古堡二神童九 宝箱35 好,那我们这一批 来到这个退色古堡的右下角 就我们上一批最后开启的那个锚点啊 好,那到这里之后 我们把饲料转到我们的 这个西方向啊,地图左边 这边往下走 走到转角往左,往左转啊 转角往左转 这边有条路 从前方这条路走过来右转 好,那在路上这里有一个 北京密斯捐埃尔啊,可以剪一下 好,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怪物整水的宝箱 来切一块 好,那我们切完的怪 这边拿到这个精致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 地图右边,从这边走 那走进来在正前方啊 正前方这里有一本 魔导书 在这个 就是桌子上这里啊 在这里点击 使用一下元素战绩啊 接着交 切换一下这个交互状态啊 然后拿到这个魔导书 拿到之后往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这边走 这边这里过来点击 放入啊 好,长矮 然后从这个书架这里进去啊 从书柜这里进去 进来一个奇鬼宝箱 捡起来 捡起来 往我们右手边走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往上走 走上来之后 这边这三只怪啊 这三只怪给大家打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珍贵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 在我们的右手边 南方向地图下放 这边往这边走过来再右转 这边上面这里有一把石箱啊 这个箱可以给大家捡一下啊 那捡起来这个 这个箱啊 这它是一个什么 双手箱圆胚 那捡起来之后 我们再回 再回头出来啊 沿着路 沿着回缺的路往回走 好,那走过来 从书架这边出去 好,那走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往前走 沿着楼梯往上 上来楼梯左手边 这边又是一个书架 把这个 磨岛书给它放进去 好,然后继续 从这个书架进去 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宝箱 我们捡起来这个精致的宝箱 拿到这里的宝箱之后 我们再回头从这边出去 好,然后再走出来 走出来就往左手边楼梯 继续往上走 好,那正前方这里有个装置啊 我们这里点击切换一下它的状态 然后别着急 别着急去这个平台上 好,不要着急去平台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对面还有一个书架 我们去到那书架的地方 绕一下 好,那我们在书架这里 往我们的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角这边看 在这边这里有一本磨岛书 这磨岛书的话 我们来给它 好,来给它撿起来 这里自己多观察一下 磨岛书它会 就是 消失又出现 消失又出现 找到它的位置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书架给它打开 好,进入书架 里面一个精致宝箱拿到它 拿到这个精致宝箱 我们再从这里出去 好,那这次出来之后 我们去到这个平台 刚才我们弄出来的那个平台 好,从平台这边往上走 跟着平台走啊 不要急着跳 不要急着干嘛的啊 让平台到位 等待平台自己到位 好,那它自己到前方这里 出现了另一个之后 我们再过来 这里再等它自己 把我们送上去 好,然后 然后往左边 这边过来 再切换一下这边那个 这里有个北京密尺券3啊 可以拿一下啊 好,这边再切换一下 就状态之后 这边出现一个传统门 跟着传统门往上走 好,这上来之后 直接点击这个元素战绩 拿到这个摩导书 然后放入 好,这边再把这个打开 好,进去 一个华丽 一个珍贵宝箱 然后以及前方的一个水神筒 好,那拿到这个水神筒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来到褪色古堡右边 这一个锚点 好,那过来之后 我们往我们的右 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那边走出来 好,右转 往到这边走出来之后 看到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从这边走 左手边啊 左手边 这里是往下的楼梯 左手边这里是往上的楼梯 从往上的楼梯这边走 好,左转 这边继续沿着楼梯往上走 再左转 这里又是一个书柜 好,打开 打开这个 打开书柜进来 这边正前方有一个奇葵宝箱 捡起来 好,这怪可以不打啊 那捡起来之后 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左手边这里走过来 这里一个摩拉堆 拿到这个摩拉堆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对面 对面有一个悬崖玉拨 捡起来这一个悬崖玉拨 然后把四角转到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我们的下一层在下一层 下一层对面这里有一个奇葵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把四角转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走过来 往右往右往右走到这个栏杆旁边西南方向地图左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 那在我们前方这里我们跳到下一层 跳到下一层 正前方这边有一个书柜 那这里是最后一个书柜 把这个书柜把那个书磨倒出 把磨倒书放进去之后 这边会拿到一个什么成就 名字叫什么给忘了 那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书柜给它打开 好打开从里面进去 进来的话这里一个精致的宝箱 开启着一个精致的宝箱 然后这个宝箱旁边 左手边这个箱子给它打碎 里面一个摩拉堆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摩拉堆 好现在我们在这边是 六个锚点 三十五个宝箱 三个闲时挑战 那背包里面有 九个神筒 一个悬崖玉玻璃 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